小姐,请随我来。 穿过弄堂,是一间不起眼的小院。 黑瓦白墙,一共三进院落,小妖走在青石板路上,隐约听见有打铁的叮当声从远处传来。 小妖笑着说,你们的生意好像还不错。 打铁师傅憨厚地笑着,回他,当然,我们家的手艺在这西岩城,可是出了名的。 王姬是来取上次打造的弓箭的吗? 铁匠问,已经造好了吗? 还没有。 您所用的材料珍稀,光荣炼就用了七天七夜,属下估摸着,就算日以继夜,也还需要两月才能造好。 那不急,仔细些就行了。 是。 聊着聊着,便走进了后院,铁匠引着小妖和苗圃进了一间铸造室。 小妖看见一个少年,一身灰衣,同样是赤着脖,挥汗如雨地锤打着灵石。 一旁的老手虽然胡子花白,双目却炯炯有神,正盘坐在榻上,施法凝练着胶丝。 见小妖前来,她二人并未停下手中活迹,只是汗手欠身为礼。 小妖心中却温馨感动,一手败谢道,多谢二位了,待此次攻城,我请你们吃酒。 少年与老手面上都露出了笑意。 小妖不舍地望了望那尚未成行的弓,遗憾地带着铁匠退出了铸造室。 上次的雪山冰破还有吗? 铁匠摇摇头。 我们只得了一块,为王姬铸成了三枚小剑。 冰破珍稀,约末百年才能铲出一块,王姬恐怕要再等等了。 几北冰晶呢? 有。 取一些来,造十支冰剑给我。 小妖说着,又突然感觉有些不好意思,询问道,是否为难你们了? 若银钱不够,尽管向我开口。 铁匠哈哈一笑,回道,王姬又折杀我们了不是? 陛下早就吩咐,让我们不惜代价,护好王姬的安全。 更何况,铁匠顿了顿,接道,以陛下对王姬的疼爱,您就算要天上的月亮,我们也得给您摘下来。 自从您到了西岩,那抠门的傅政司就像变了个性子,对西岩城各处暗庄都极力支持,晶莹绫罗,天才地宝,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。 铁匠气愤地吐槽道,您来之前,傅政司何曾如此大方过? 小妖看着面前义愤填膺的魁梧铁匠,扑斥一声,笑得前仰后合,险些笑弯了腰。 半赏,才收敛了笑意,眯着眼道,那行吧,我若不好好做个败家王姬,只怕父王还要笑我抠搜。 那十枚冰金小剑,做好了便通知西城,你做事向来周全,切记不要走漏了消息。 是。 二十六话,纵使乡逢英不实,乡时却渐落局中,西岩城不同于浩陵五神山的风流以拟,也不似中原指义城的山峰水美,黑药石累气的城墙内,竟是黄墙黑砖,样式简洁有力,淳朴大气。 偌大的西岩城,街上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,车水马龙,络绎不绝。 小妖与苗普踏出了叮当作响的铁匠铺子,一股人间烟火之气扑面袭来。 时之盛下,阳光赤裂,小妖一手折磨,听着街上欢声笑闹,高声喝麦,还有碌碌的车轮声,不禁感叹,世人这般茫茫碌碌,不过是为了挣几钱银子,争一方天地以安生。 小妖走在街上,问苗普,若你有机会在这里安家,你会做什么? 苗普抬眼,看着对面刻留如潮的绸缎庄,又望了望远处飘扬着的九旗,回答道,我已经忘记烟火的味道了,小姐。 不过,如若可以重来,我或许会去田野林间,寻一个精壮勤劳的男子嫁了,向夫教子,平凡一声。 说吧,苗普笑了笑,或许还会做杀手,做暗卫。 或许,只有在黑暗中的生活,才更适合我。 小妖也笑。 前世苗普,是一个中心又合格的暗卫,她似乎总是没有时间,和她这样闲话家常。 你的家人呢? 早就已经死了,死在了泽州城。 小妖心中一领。 泽州是昔日陈荣山的门户,苗普的父母死在了泽州。 那么,你是中原人? 跟参照给你们的零 insan人 Merry Christmas。 请你寻 explode en情状态,eres阮和食。 感谢观看